以后要是想吃三支焖锅 你就像我这样在家做 做法简单好吃又下饭 首先碗里放黄豆酱 甜面酱 番茄酱 和生抽 搅拌均匀 然后准备点自己爱吃的蔬菜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美食 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即使打好花刀后加姜蒜 料酒 盐 胡椒粉 老抽 抓匀腌制15分钟 然后把所有食材放入锅中 有条件的再来几只虾 淋上剩余的酱汁 后盖焖煮20分钟就好了 花太香了 你也赶紧做起来吧